清代中国匠人制作的苏式作中 300年前历史的英国怀表 500年历史的意大利字名中 济南市有一家特殊的钟表博物馆 这家博物馆记录着时间的流逝 见证了中国钟表的发展 2800余件时间藏品 构筑其艺术长廊 这些藏品来自于馆长刘荣光姐弟五人 而他们家族收藏钟表的历史 是从祖父传承而来 如今已到了第四代 他们五个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钟表种类 9月23日 记者前往该博物馆采访刘荣光姐弟五人 收藏钟表的故事 并了解这些钟表的前世今生 应该是喜欢批套种 在欧洲叫马车种 这是在欧洲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 鬼族转庸的一种钟表 因此这个表人是沈芬的象征 现在手里应该还有十三四个吧 从祭世起 家里就墙上桌子上 什么隔机上 全都是表 我喜欢是实用的 装饰表 你比如说项链表 戒指表 这个再就是这个手镯表 就是喜欢戴 喜欢实用 刘氏谷中表博物馆的钟表 不仅数量多 而且种类很齐全 从大众的作中 到皇家专享的字名中 从男士佩戴的大腕表 到精致小巧的项链表 各式各样 而这些藏品之所以能聚到一起 深受一个人的影响 就是五姐弟的父亲刘恩阳 我父亲没了七十多年 他活到八十八岁 一辈子收藏了一千多块 去世以后我们子没五个 就每人分了三百多块 最喜欢的就是一个是大把劲 坤表 还有发廊表 它是一种美的享受 就是一种艺术 父亲过世后 姐弟五人分别存放着一些钟表和鼓动 他们认为 这么珍贵的东西放在家里就是藏品 不如办个鼓钟表博物馆 让更多的人了解钟表的历史 这个馆里现在光钟表藏品 一共是两千八百件 其中最有特色的 就是那个中国工匠表系列 我这个博物馆除了中国表以外 还有一些国外里稀有的 有一个表挂中的三百年左右的 它是法国指标大师做的 还有一种批套中 结果最早的这个是三百年前左右 那时候还没有发明秒针 刘荣光说 要把钟表当作一种文化发扬光大 还自己做了相关的研究和调查 撰写了一本书 中华民间古钟表收藏 目前该博物馆在当地相关部门的推荐下 正在申报国家级博物馆 中华民间古墙用选择 所有的项目